土利建商20亿 美和氏案起诉两小关 涉嫌土利建商日盛生 遭起诉的北杰连开处前处长高嘉农 昨晚获120万元交保 快闪不出法院 同案被告前科长王明藏 则以60万元交保 两人均限制出境 北市府捷运供购建案 最大丑闻美和氏弊案 台北地监署侦查终结 认定高嘉农和王明藏 为建商日盛生作弊 导致北市府在2200户建物中 只拿到668户 被海削20多亿 依土利罪将两人起诉 建请法官从中量刑 美和氏供购建案 由日盛生河北市府联合开发 2001年签约新建 基地面积达2.8万平 其中市府提供高达99.35% 但权益分配时 市府仅占30.6% 检方追查后发现 市府原本权益分配 因为32.44% 查出竟是高嘉农 涉嫌在2007年 依日盛生要求篡改鉴定报告 再指示王明藏 引用未造的鉴定报告 将日盛生的总成本 灌水到252亿 导致市长郝龙斌上当牵准 检方侦查时 高嘉农全盘否认犯案 而王明藏 虽坦诚配合高嘉农犯案 但据说动机 因案发相隔6年 检方查无官员收贿 只能以土利罪起诉 北市府昨天强调 会依法究责 日盛生则表示 绝无不法 也无不当利益 动新闻到底谁获利 报道